還有蠻多人用的 而且蠻多人想要去抓取上面的資料 但是很多時候是抓不下來的 那怎麼辦 稍後以後我有講一個方法 反正就是把它套用修改 而且反而改下來的程式 比那個氣候跟這樣一樣更簡單 為什麼?因為它裡面沒有TH 所以當然第一個 我們找到這個網站 那個網址 網址結構你會發現 其實一般我是習慣分析一下 第一個它用的技術是點ASP 點ASP 我現在好像跟各位有沒有講 就是那個像大樂透那個網站 其實這點ASP 那個技術已經超過了30年了 應該有超過30年的技術 可是還活著 居然還有人用 而且還沒什麼問題 所以你說有些技術是不是要用最新的 結果倒覺得這個是可以商榷的 當然以一般教學上來說 他們還是希望推新的 可是我發現一直推新的 一直推新的 大家都學新的 但舊的都忘光了 舊的大家都不會 新的都會 可是問題還是有舊的需求怎麼辦 舊的就沒有人會了 所以年輕人都只會新的 如果他業界遇到ASP 他就掛掉了 這老師沒教耶 ASP是什麼東西 這個太久遠了吧 OK 而且跟各位講 ASP背後的程式就是VB 就跟VBA有沒有 是系出同門的 寫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VBA 這個A是Excel的 Excel的Application 是用Excel裡面的物件 有沒有 比如說Sale Sale是儲存格 那這當然一定是Excel裡面 但是因為那個ASP是網頁的 所以他用的那個網頁的物件 又不一樣 OK 他差別 語法是一樣的 差別是使用的物件不一樣 OK 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OK 所以其實我最早 我大概差不多 多久以前 好久 二十幾年前 開始從業的時候 我就寫這個 OK 所以我對這個語言其實還蠻 算有一點了解 OK 後面他有衍生 一個叫ASP加一個X X 就是ASPX 那如果你看到那個ASPX 其實他的技術就是叫做 ASP多一個單內側 他後來那個微軟就多一個 電 有沒有 電內側的技術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還有其他 所以很多同學說 老師那個網頁的技術有哪些 我說你ASP可以 ASP單內側也可以 其他還有像PHP PHP還蠻普遍的 另外還有像JSP JSP是用Java寫的 後面還有用Jungle寫的 用那個Python 我們之前也有開一個課程 也可以用Python寫 這些相關東西 至於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用哪一個 反正做得出來就好了 說真的一般老闆也不會去管理說 你用哪一個 只是說用這個技術的好處是說 他直接就可以拿一般的電腦 去架設像這樣的網站 其實像這種架設ASP的網站 是最簡單的 因為只要有一台電腦 裡面有Windows 7 其實Windows XP都可以了 就可以拿他架設網站 然後就可以去做像類似這種東西 我覺得簡便性還蠻高的 他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就是後面的話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問號有沒有 問號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傳遞給這一支 往這個主機上面的這一支程式 程式名稱就是 這個吧 Stack H 什麼 Hits 什麼 Anamounts 這個什麼 就是這支 就是一個程式的名稱 然後呢 後面就傳遞一個問號是說 後面會傳給他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名稱叫做什麼 叫做Stack ID 有沒有 有沒有 Stack ID 就是他的參數名稱 等於後面的話 就是他的參數的值 就是這樣的方式 我就可以傳給那個主機上面 所以主機上面 SERVER上面的話就接到 你那個使用者端 丟一個訊息跟我講說 我需要 Stack ID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主機怎麼辦 就知道說你有這種 就是把你要的東西丟到瀏覽器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的話 就是從主機那邊丟給你的 你要的這些相關 所以 目前看到這個網頁就是加權指數 有沒有就這個 那我們這個需求 是說 這也是學生問 他說 是我試過 我希望抓什麼 抓這個底下的 但不是全部啦 因為全部太太太複雜了 他說我要抓的只有這個部分 哪個部分呢 就是這個表格 哪個表格 從年度 從2021有沒有 只要抓到2004就好了 不用太多 就把目前各位看到的這個表格 給抓下來 把它抓下來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把這個表格給抓下來 也就是以後啦 好像你看到網頁上面的 只要任何東西啦 其實我是覺得 都可以用同樣類似的方法 去把它抓取下來 那所以第一個的話 其實大家如果套用範本 那就是我們這邊 就把這個資料 先用IE物件把它載進來 然後再來的話 可能你要分析一下 分析什麼 分析這個網頁裡面的標籤 有沒有 所以 那這個標籤裡面 需要找哪些訊息 第一個的話 它一定是一個表格 只是說這個表格是在第幾個 所以第一個 你要找這個表格在第幾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裡面這些資料 因為表格標籤底下 下一層的話就是列 列的話就是TR 有沒有還有印象 先找表格 再找說它裡面有幾列 我要把它抓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列裡面的話 到底是TD還是TH 理論上當然都只有TD TD就是儲存格 但是之前我們氣溫 比較麻煩是裡面還有TH TH就是說它的儲存格裡面 H是HEAD 儲存格的頭 那有的 其實大部分網頁是沒有啦 就是只有TD 那這個地方怎麼去看到這些相關訊息 其實我講的 比如說這個 我想抓了這個的 一般習慣是左上角 左上角這個地方是黏度 一般我習慣選取 按右鍵把它檢查一下 然後它的右邊的部分 會跳出這個東西 那你一般習慣是往上推 推到哪裡呢 推到這邊 這個地方有一個table 所以喔 關鍵的地方 因為知道說它是一個table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怎麼知道這個table 一般找的方法大概 我上次剛才講兩種方法 一種第一個 就是它是第幾個 你可以用算的 可用算的麻煩 因為每次都要算 第二個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因為它有一個class 有沒有 就是它的類別 那你也可以用透過類別 反正方法很多 如果它有ID的話 你也可以用ID去抓 反正就是 很多種方法 都可以達到 抓取你要資料 這個範圍的需求 只是說你要去想說 哪個方法簡單吧 其實一般如果你現在不想記太多 你就算第幾個就好了 用算的嘛 OK 算的基本上 還好 也不太會錯 OK 所以我們就怎麼 還記得吧 我就把它往上推 到這個table 點兩下 一般喜歡是Ctrl-C 然後再Ctrl-F 在這個地方的話 Ctrl-F下方 會告訴你說 找到28個match 不過我建議是前面再加一個小於符號 為什麼 因為標籤的部分 一定會是小於符號開頭 所以小於符號table 表示說 我要找到的是這個標籤 所以本來是28個 現在馬上變成只有26個 至於說我這個年度是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向下 向下的話去 因為它會跳 現在這個的話 它應該就是這個table 所以你再往下 有沒有 應該這邊一個table 這邊又一個table 然後向下 所以你可以往下 它會告訴你說在哪裡 還沒到 這個目前 第八個是這個區塊 OK 然後一直往下 你記得是在 不是這一個 再往下 這個是第12個 再一直 這個廣告是第13個 跳一直往下 這又是廣告 所以廣告也放在table裡面 然後這個是第15個 這是第16個 有沒有 然後再第17個 第17個 是它上面的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區塊 它變成它也把它放一個table OK 然後第18個 有沒有 剛剛好 我們要的資料 就剛好在第18個裡面 所以我們 就已經知道有這個訊息了 所以以後的話 我們用 有沒有 第18個 就是這樣 應該有印象吧 我們上禮拜有特別 有講到 只是說 細節啦 這些都是細節 我只是分享我 如何去抓取那個網頁的一個 步驟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可以按照這個SOP的話 我想應該要抓取網頁下來 真的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反正就是有一個範本 然後有個方法 然後就把這個方法 套用這個固定流程 那不就資料就全部下載下來了 OK 而且這個需求還蠻大的 現在應該蠻多公司 會希望說有人幫他們抓取 他們每天都需要抓取的這些網頁資料 對不對 那以前他們可能土法煉綱嘛 那現在可能需要有人去寫 OK 那當然你就可以了嗎 甚至可以來接案子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種需求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甚至聰明的人趕快弄一個網 弄個什麼 反正就商品化了 反正一夜市兩夜市 或者是說有需求直接跟我聯繫 對不對 生意就上門了 然後你越做越多 然後再來就是過程當中 你可以把它做成範本 有沒有 甚至還可以跟廠商合作說 你這個可以提供給我當成是範本 甚至的話呢 我可以算你便宜一點 但是你要讓我可以做行銷 OK 這樣其實慢慢推廣久了之後 如果你案例夠多 我跟你講以後 根本不用找生意了 生意都自己早上門來了 而且之後可能你也做不完了 OK 對 野生性很大 那你想說老師我幫他抓好之後的話 他會不找我 不會 因為網站會改版 改版之後你就說 改版就另外再付費 因為我重新幫你又再寫個規則 那他的網站會改不是我的問題 是主機的問題 除非你要跟主機說 你不能變動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我上面資料我要變 像雅虎的股市資料就這樣 他最近又改版了 因為他不讓人家抓 就是他就變了 變了怎麼辦 你不能說 雅虎你可不可以把他改回來 怎麼可能 他聽你的嗎 他都不聽 所以以前可能 有人真的是找人家寫 寫完 可是問題現在不能亂怎麼辦 那這當然就還要有一個費用 你總叫人家做事情 你叫個保固的 所以其實也許這部分合約可以簽清楚 我只保證說目前的網頁狀態 不保證說他主機上面的內容變更 我還要再做更新 那更新另外可能他另外一個費用 這其實大概是可以是規定的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這部分 先稍微再複習一下 有沒有這個東西 尤其是這些 我發現可能同學對這個東西 比較陌生 那其他還有像我剛剛講的 Table之後的話還有TR 有沒有 所以你會往下找TR開頭的 TR 這個TR指的是這一列 所以你郵標只要放這裡的話 其實他也會有一個反白的狀況 有沒有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還蠻清楚的是說 他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上面會有反白 你郵標放這裡 他就跟你講 這一列也在這裡啦 OK 然後他裡面有幾個TD 有沒有TD 跟各位講 這個標籤後面的東西 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不過我是建議啦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順便了解一下 這個就HTML的語言 像這個TR後面這一串 就什麼 這個ALINE就是對齊方式 是至終 BG Color就是背景顏色 Height就是高度 所以喔 在這些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反正關鍵的地方就是 這一列就TR 那裡面的儲存格資料就TD 所以喔 以後的話 你只要需要 至少你要知道 有三種標籤啦 第一個是TABLE 第二個是TR 第三個是TD 除非像之前 氣候是有TH啦 不過這邊好像比較單純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一列裡面喔 裡面放了幾個資料 一個資料 兩個資料 三個資料 四個 所以其實喔 他這一列呢 這個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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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還有合併儲存格的問題 這個暫時就先不用理會他 那再來的話下一列 下一列在哪裡 下一列你會發現 下一個TR 所以你往下找 這個TR是這一列 第一列嘛 第二列的話在這裡 第二個TR在這裡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第二列裡面的話 第二個TD裡面就放縮盤 以此類推 當然這個 第二個TD裡面就放縮盤 以此類推 當然這個是第二列 第三列的話 就是這個 所以你這個展開來 一樣嘛 也是一樣 會有很多的T TD 就很多的儲存格 所以這個又一列 那也就是說啦 我們只需要什麼 把這個table 裡面的TR 跟裡面的TD 分別把它抓取下來 那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資料 就全部下載下來了 那只是說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需求了 再來下一個動作 就是如何再套用到那個 之前寫過的程式 把這個東西給抓取下來 所以請各位也許 再把這個部分熟悉一下 我發現可能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大家 對於那個什麼 右邊這個東西的不熟悉啦 所以如果你右邊這個熟悉的話 你會發現喔 其實好像也沒那麼複雜啦 但是通常有同學 光看到右邊就頭暈了 這會沒 但是 怎麼講 我一直強調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到關鍵的東西 其他不重要的先略過沒關係 OK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 你可以看懂右邊的話 那我想喔 你對於那個 網路爬蟲這個部分的 這個概念 就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因為一般人就只能看到前面 那你看到 是這個資料背後的 更深的一層的東西喔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 先試著把這個上個禮拜 講到的這部分 也許就試著看看 那其實像類似的這些 資料的呈現喔 還蠻多的啦 網頁上面一大堆都是長這樣嘛 OK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那當然也抓不完的資料啦 OK 那如果你做的個案越多的話 那以後慢慢累積 那就等於是你的 這個專業度越高 OK 慢慢的話我想 你可以成為一個網路爬蟲了啦 OK 那爬蟲 我一直強調 那不是只有VBA 甚至你也可以用Python嘛 只是說也許階段性來看 這個第一階段 你先把這個會爬 然後也許之後的話 像我另外也有開課 就是開的課是從VBA到Python 同樣的東西 我用Python做一次給你看嘛 你不用再重新理解邏輯了 反正只是程式上的差別 那怎麼做 會不會比較困難 OK 那如果同樣再做一遍 如果你也可以做得出來的話 那你等於 我講應該這部分 應該你就沒有太多的這個問題啦 我覺得 那再來應該會越做越有信心 而且我覺得這個後續的野生的需求 其實還真的還滿大的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發現真的 程式對會的人來說 真的是沒什麼 但對不會的人 我覺得好像 這是太遙遠的一段距離 這落差很大耶 OK 因為我昨天就是 之前跟各位講過的就是 教育部大學程式設計 一個委員會專門就推動 然後就邀請我去做了一場 做了一些分享 算是經驗分享 我發現底下大概有60位老師吧 都是全國的 而且還有從台東 還有從屏東大學來的老師 那可能我原來想法是應該 來的老師應該程度都應該會非常 應該有一定的程度吧 不過看起來好像後來 好像跟我想的有點落差 好像還是有點距離啊 可能是不是因為我們跑得太前面還是怎麼樣 所以有的時候 不過沒關係嘛 反正總是超前部署嘛 對不對 因為你不要等到需要的時候 才來學才來找 那當然有一點為時以外 反正我們先OK了 至少我們可以先在前面 然後慢慢先把事情先做完了 做完之後等到人要有一天有需要 就會慢慢會發現你啦 就像說 像我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我看了一下我最早是2006年開始上傳影片 2006的話 距離今天也 15年 對 2021嘛 2006嘛 對 15年 所以15年前 我就已經開始上傳影片了 我最近因為為了要去稍微分享 我要看一下我什麼時候開始上傳Youtube 我15年前開始上傳Youtube影片 然後我總上傳的Youtube的影片數量 上傳給各位看過嗎 那個頻道是18000多個影片 對 所以其實這個等於是說也算是超前部署吧 很多人說 Youtube最近才紅的嘛 沒有啦 其實早就已經那個了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著把剛剛講的部分 重點再回顧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再把程式稍微再重點複習一下 這樣應該大家都會比較清楚 再來的話就是試著去做做看吧 所以接下來就是你們要去找一個 你經常會去看的相關的網頁 因為最好是跟金融有關的 然後試著把那些上面的資料抓取下來 也許會遇到問題啦 不過我覺得應該問題都可以 可以自己去試著找找看答案 Try一下 我想如果你這些都可以做出來的話 然後以後應該也就會越做越順手了 OK 試試看 就說吧 謝謝 歡迎 我請大家 這裡 這邊